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 为您全力打造的昆仑爵 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 重庆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博 大家好 我是刘文波 本场比赛是塞尔吉耶对罗曼 是昆仑爵2015超重量级的后备赛 立陶宛对乌克兰 也是两个国家 点击运努员的对决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这边我们看到黑色短裤的是 来自乌克兰的罗曼 来自短裤的是立陶宛的塞尔吉耶 在身高方面啊 双方啊 在KO方面都是有很高的KO率 但是在身形方面 罗曼是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两人块头太大啊 漂亮的后复动球 漂亮 罗曼是一位拼打性的运动员 也是得到了他的外号 坏小子 冲进十足 我们看到塞尔吉耶的眼神里 他透出了一丝的慌张啊 挨到了重拳 非常重的低扫踢 塞尔吉耶是曾经获得过WK的 世界重量级冠军 还有K1轻重量级的冠军 塞尔吉耶刚才也是在不断的 用低扫踢攻击罗曼的大腿内侧 快 两位运动员身高都是在100公斤级以上 非常重的后复直拳 每次罗曼前复进攻这个势头是非常大 平常就直接打乱了对方的节奏 哎呦 这个高扫踢 太吓人了 像两米身高的这种巨人壮汉 高扫踢骑得如此之快 好 双方呢都是非常明显的欧式的踢拳风格 基本上就是毕掉了近身缠斗 连续袭击的这么一个技术的环节 好 这个小的插曲 踢的有点低 漂亮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场内的观众啊 可以是情绪 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情绪 反正要不然就非常的安静 要不然就马上 观众呢都是想起呐喊声和掌声 因为级别比较大的 两个人的节奏也不会太快 但是出招就是让人惊叹的一招 对 双方还是在测量距离 现在看得出来呢 塞尔吉耶还是不断地往前压气 因为塞尔吉耶的个部没有罗曼高 那罗曼还是控制距离会多一些 而且塞尔吉耶的节奏还是非常的稳健 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节奏 而坏小的罗曼呢 经常会突然的发转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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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i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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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是全場整個體育館都能聽到 剛才對攻的這枚碰撞聲 太嚇人了 接軌 接軌的捷軌的摔法 塞爾基耶現在還是不斷地往前逼近 準備做一個 剛才做一個大的後手擺拳沒有打到 抵掃踢 看到羅曼現在應該是把節奏壓得 比第一回合要慢了一些 漂亮 羅曼的非常重的前手拳進攻 漂亮的接腿 接腿拳迎擊 現在塞爾基耶在採取身體的打擊 雙方的選手都有非常高的KO率 羅曼在轉職業 再轉職業之後啊 KO率高達80% 是的 在這種超重量級的對決當中呢 所有的運動員都具備一錘定音的局面 一錘定音的水平 漂亮 漂亮 剛才羅曼的後手拳 是給塞爾基耶造成了影響 有功 羅曼的前手腕拳 上 3 4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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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4 4 4 5 4 5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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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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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体积的刚才罗曼连续的单手 - 连续的单手的前手拳的组合 - 漂亮的两个人的交叉的赢机 - 看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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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都是一个交叉的营迹 - 双方在这个时候已经都是下定了决心 - 要拿下这场超重量级 - 最后半决赛和决赛 - 看有 - 我们无法想象两个人加起来 - 又是体积过低这场比赛 - 这是第二次赛二级 - 受到当过的体积人这一下看起来不轻 - 两个人都是一百公斤以上的体重 - 然后如此大的力量 - 撞击在一起 - 造成这种伤害 - 我们也可想而知 -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获得 - 就是获得这种后骨的给互论军2015超重量级最后 - 这四人锦标下一个后骨的这么一个入场卷 - 但是呢不能说最后的薛顶索车 - 现在这场比赛双方都想很清晰地拿下这场比赛 - 而同时还要保存可能要进行的下面两轮的这么一个铁能的数倍 - 释尔吉叶现在还在不断往前逼近 - 拿着两个手学直接的后头去 - 胜 någonting地打击 - 肖萌的同时起肺 - 干啸啰了 这里不是一般会许备 两个人现在都是不断的抢啊 对手出拳的同时自己也要出拳 就来抢这个点数 抢这个分 如果说是塞尔吉耶 吉耶老道的话 那么坏小孩 罗曼那是永不服输 一直在顶着压力往前 哎呦 坏小子罗曼刚才一个非常固然的 正在对峰的时候一个前手的 很短距离的拼走 很清晰了击了塞尔吉耶 这样的话罗曼 罗曼在这场 2015超重量级最后半战赛 决赛的后备战的比赛当中呢 如果拖取了自己的胜利 除了是 大家看到这个击 时间 非常的突然 非常的清晰 双方在进行交代结果 爆 塞尔吉耶 无力回天 罗曼 重新回归 胜利之路 来自于乌克兰的 坏小子罗曼 此刻的罗曼 也是非常的疲惫 但是 最后的时候 他顶住的压力 一局KO了对手 有着高达80% KO率的坏小子罗曼 这场比赛再次上演奇迹 这就是重量级比赛的魅力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 在第三回合2分56秒 也就是最后一回合 还有4秒钟的时候 KO获胜 再次上演奇迹 王八 王八 罗曼 幻想的罗曼 前途无量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重庆大和传媒集团 董事长王博先生 为胜者颁奖 恭喜我们 谢谢我们的搏击宝贝 谢谢我们的班奖嘉宾 那随后 如果